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93集 丹萍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划出了一条长线 忠然间落入深渊 就在这一瞬 此地这三十多人 几乎所有人都目光收索 没有任何质疑 直接的跳下深渊 化作一道的长红 直奔那单平而去 主机资格一定是我的 我已经失败了一次了 这一次绝不能再失败 我要主机 这一次没有不允许杀人 那么所有与我争夺 主机之人都要死 轰轰轰轰的 这些驻击圣地的失败者 此刻全部爆发 一个个疯狂 眼睛立刻就红了起来 疯狂的踏入深渊 眨眼间就开始了争夺 白小春也在人群内 盯着下方被众人追逐的单平 此刻速度一瞬间暴增 更有浓密的血气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眨眼间就超越了前方几个弟子 与另外三个一样爆发出速度的 血系中弟子 一起出现在了这深渊的下方 出现在了单平的四周 这还是白小春刻意没有露出 助击修为 否则的话 他只需心碾一动 就可碾压一切 白小春来到血系中后 学会了谨慎 所以此刻用出的 都是宁起修为之力 虽没有竖法 可在面具的遮盖下 倒也没有破绽 更为完美的 是白小春的身上 的的确确有血气存在 他修行不死金刚诀 在这血系中内 需要吸收大量血气 所以看起来与其他弟子 没什么区别 眨眼间 白小春临近 低吼一声 右手抬起时 向着四周猛的一挥 立刻体内血气侍奉出来 形成冲击 向着四周扩散时 那三个与他争夺单平的弟子 立刻抵挡 但却依旧全身一阵 身体不由的慢了一下 叶藏 你果然也有隐藏 你一定是在 主机圣地另有造化 所以虽没有地脉成功 可却超越了 寻成的宁起十层 眼看叶藏有如此速度 且一人之力 对抗三人联手 这一幕让不少 在后方的弟子 虽有意外 可却没有出乎意料 赵无常双眼一闪 也是这样判断时 与白小春争夺单平的 其他三人 此刻一顿之下 被白小春超越 荡线而去 与此同时 白小春也从体内 逼出一缕鲜血 与嘴角溢出 装作受伤却疯狂的样子 一顺冲了过去 一把抓住单平 这个时候 若是换了其他人 立刻会捏碎单平 自己留下几粒主机单 其他的全部扔出 吸引众人 分散自己的压力 甚至白小春身后的 那些弟子 也都做好了准备 准备在白小春 扔出其他的主机单后 开始抢夺 甚至万学崖上 四大丰的四位大长老 他们在离去前 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低头看去时 眼看单平被白小春抢走 他们没有意外 显然也都知道 血系宗的弟子 每个人都有一些杀手锏 至于士风大长老 也认出了白小春 目中有些淡淡的赞赏 毕竟 练尸的事情已过去了数月 除非白小春 不断的引起他的注意 否则的话 不会去关注太多 可紧接着 这四位大长老 却很快的愣了一下 纷纷的诧异 深渊中 在所有人的墓中 白小春居然没有捏碎单平 而是速度再次增加 仿佛豁出去了 直奔下方而去 一泽 你要干什么 该死的 你竟然如此选择 掖葬你找死 众人全部大怒 纷纷的昏明间 速度全部爆发 直奔深渊下方 向着白小春不断的追去 在这深渊内 众人对白小春这里杀鸡 滔天的追击时 外穴崖上 四位大长老 一个个神色奇异 相互看了看后 都看出彼此身色内 没有去掩饰的感兴趣之意 赤温室 有魄力 这种心性太适合我们血洗踪了 此次之前我没太注意 这种性格 遗憾没有地脉成功 否则的话 日后不死 必定是天教啊 少泽风大长老 那位魁梧的大汉 声音嗡嗡 神色看起来很猙獰 可目中 却有栽赏 有些意思 想吃毒食的人不少 可敢在这三十多个失败者中 这么做的 他是第一个 中风宋军婉颜口一笑 对白小春的印象 更深了一些 他叫夜葬是吧 好名字 好苗子 他这是要绝了所有人的住击之路 只让自己住击 从而脱颖而出 若能成功 此人我吴明峰要了 吴明峰的大长老 那位诸如 节节的笑着 我记得这个人 他还有养师的天赋 是个奇才啊 师封大长老 哈哈一笑 他们四个 对于白小春这里的举斗 纷纷赞赏 赞叹不已 于是带着七代 各自离去 会在一个月后 再次到来 接引众人 不知一个月后 这吃毒时的业葬 能否还活着 先说好啊 此人如果活着住击 我吴明峰要了 这四位大长老 彼此笑谈 化作长红远去 深温下 白小春一路急迟 速度飞快 还不忘 使而喷出一口鲜血 提醒别人 自己受伤了 可速度却没有减少 很快的 就到了这深渊的地步 目光扫了一下 这里的确是一个小世界 地面上有山外起伏 也有血色的植被丛林弥漫 远远看去 还有一座座火山 火山内传出阵阵轰鸣 散出高温 更是在白小春到来的刹那 他感受到了 在这个小世界里 存在着大量的 带着凶残的气息 想要和我抢猪鸡丹 做梦去吧 白小春得意时 他身后其他弟子 纷纷降临 一个个带着杀气 刹那追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野子 做人不能这么狠 你这也是要绝了 所有人的路啊 你敢这么做 你必须要死 特罪了这么多人 你死定了 你就算要躲起来 住击 可这世界不大 也不陌生 就不信抓不到你 白小春头也不回 再众人追来 大量竖法神通 轰鸣临近的刹那 身体一晃 直奔一座火山 这万血深渊 在成为这一次的 筑基试炼地之前 血系宗的弟子 在接收采集四叶草的任务时 也会到来 只不过 执行任务时 有一定的庇护 所以只要谨慎 生命一般无碍 甲业葬曾多次到来 对于这里的地形 较为熟悉 碎野草 都在火山内 白小春目光一闪 靠近一座火山 刹那抓了进去 消失不见 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 他身后那些追来的弟子 也都带着 满天的怒火鱼杀气 直奔火山口内追去 万雪深渊想 一处火山口内 白小春正飞速前行 他身后 此刻大群弟子 正一个个怒火中 不断的追击 但追着追着 白小春的速度越来越快 尤其是这火山口内 并非封闭 而是四通八达 有无数通道 如同迷宫 白小春 随意选择了一个钻入后 其他人追了半天 渐渐竟找不到了白小春 这一幕 立刻让众人 都要发狂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